想来 你就来一句你们少数民族的 遗族的 叫什么 来 告诉我 你看我耳朵都红了 还没叫 我都想 我想像你 我想像你叫我一声 我都直接耳红了 来吧 放心 我 你偷偷告诉我 我不会让大家听到的 来 哎呀 佳尔曼 今天他太害羞了 他太害羞了 太害羞了 哇 现在咱们直播间一万六千个人了呀 今天这么多人 对 这人也太多了吧 这么多 不能够叫baby 叫老baby呀 那不能叫老baby呀 我又不老 对不对 那怎么能叫老baby呢 行吗 行吗 那我不叫今天叫了 家儿们 那我不让今天叫了 我待会儿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证件 好不好 因为我和小吉年 我们两个人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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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了你 我终于等到了他 我这一生中的灵魂伴侣 就是他 第二个 因为可能我的妻子 我的老婆 他 比较害羞 比较含蓄 他可能脸皮比较薄 但是 他就是他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 我都喜欢 我都爱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刚刚开始 我们 我们前天 10号 10号我们领了个证 我们去一起完成了我们人生之中最重要的 这个 这么这么的一天哈 我们去把我们的结婚证给你了 谢谢 谢谢 感谢 谢谢大家的一个祝福 也谢谢家人们的支持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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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呀 咱们直播间这么多人都来祝福咱们呀 16000多个人的呀 谢谢家人们啊 对 几年慢慢来 有一个过程 对不对 有个过程哈 然后我的话 我每天我都在想 就是有一天 对吧 我因为有个过程 他今天比较不好意思 他没叫我叫老公 最近几天都还没叫 还没有叫的出口 我相信过几天他就能够叫出口了 好吧 好的 好吧 好的好的 好的好宝贝 我的话反正我脸皮比较厚 我就张可就来啊 我就张可就来 祝福你们 恭喜恭喜 谢谢啊 谢谢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 大家 感谢了哈 感谢大家 谢谢家人们 我们那天去宁镇我们都没有带户口本 结果见笑了家人们 差一点没拧到 因为网络上不是说你结婚证不要户口本吗 然后 都在就是网上都在传 怎么今年开了什么 就是不要户口本 结果我们去了 你走的 我去拿一下 你没发现这个 啊 就是 然后那个就是 呃 我们 就没有带 户口本 对 拧不了 很多人 家人们 还有人说 我和小吉年 去领证 会不会是拿着别人的证 无聊 太无聊了 人家工作人员在那 工作人员就 对 国家上班的 不可能陪我们搞这些花里 直接 打破一切质疑 对吧 之前还有人说我和吉年 然后我们然后我们两个没有带那个户口 我没带户口本 然后没办法 早上11点的时候就让我的 小姨 然后我给我妈妈打电话 我妈妈就让我小姨找 找了之后我们叫了一个车 很快很快的带出来 带出来 然后那天不是 也 化了妆 然后换了服装吗 就想着 都 心心念念的什么都准备好了 如果你不到证的话就会很遗憾 然后我们然后就 把户口本拿出来才 领 到证了 真的太难了 直播间如果有和我们一样要去领证的 一定要带户口本人家说的 那个户口本是 只是网络上传 是现在不用带户口本 但是现在这个 还没有落地啊 还没落地 落实的 所以现在领证还是要 对我和小姨姐都跑了两趟 我们从上午开始去哈 跑到下午 然后上午去就排队 好不容易排到了我们 我们一问 还要户口本 所以说呢 我们又 就叫人哈 去几年老家 终于把我心心念念的这个东西给我带出来了 为了这个东西啊 我是日夜操劳 日夜奔波 我是 一直一直 想放设法 想得到他 终于在10号的时候 我得到了他 就是今年的户口本 然后把他得到了 我们就去 扯了一个证 来这样 今天我过去一下 好吧 然后我给家人们说啊 我们两个拧证 拧了证啊 就是都还人之意说 拿别人的户口 拿别人的结婚证 那不能开玩笑 可以拿我们开玩笑 但是不能拿人家 单位上上班的工作人员开玩笑 那是可以调监控的 就是是真真实实的 我们两个去领证 包括安安在发作作品的时候啊 都还有一个姐姐好像在那碰到我们了 然后拿了手机拍了我们 发在了评论区 因为确实那天领证的人太多太多了 所以的话 这么久以来 这么多姐姐和阿姨都支持着我们啊 就是你看这么多人 一路都在自己 然后到最终 我们终于领证了 这一路走来 也是承受了很多的 风风雨雨这些 所以的话真的很感激 一路陪伴我们的姐姐和阿姨 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能够走到今天 也有很多 直播间 也拟不开直播间 很多姐姐和阿姨的一些 细心的教导和指导啊 因为我确实啊 就是 你看 我也没有什么经验 就是 在这一路上 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坎坷 但是从没放弃 有一群姐姐和阿姨也在 维护着我们 然后我也在 就是 自己的内心也在承受着更多更多的很多 好的祝福也好 不好的祝福也好 但是默默的埋在心底 然后也没有去回应过什么 但是我 最好的回应就是我们真的 来 你正了 看到了没有 家人们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代表我们两个人 来 现在是镜像 手机是镜像 转过去 转回来 这个怎么转呀 不知道怎么转 那就这样吧 来你们看家人们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的营业执照 我和几年我们两个人 从今天开始 从前天开始 我们两个人 就不再是单独的个体了 我们是 合法夫妻 从今以后我们的后半辈子 我们都是会 都将会 一起 度过 一起走过 一起并肩前行 我们都不再是一个人了 我们 从今以后是两个人的 然后也感谢咱们直播间 这么多家人们的支持 这么多人的支持 对我们这一路走来 真的离不开大家 但大家的支持 也有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一份参与 然后最终我们两个人在 才走到现在的 真的 是的 哇 迟针上岗 对不对 迟针上岗 所以说今天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边 我 准备了一个 小心翼翼给你 什么 家人们 我和今天已经结婚了 我们结婚了 就意味着我们两个人 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夫妻是不是就不分彼此 不分你我了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是还是不是 你知道吧 今天 法律规定 夫妻 看看照片 这里面有我们的身份证号码 什么的 这是直播间 现在直播间快两万人了 直播间不能拿这些东西出来 允许我们保护自己的隐私 谢谢啊 对 然后今年 我们两个人是合法夫妻了 对不对 是法律规定 就是我们是不分彼此的 你知道吧 所以说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什么礼物 这个礼物的话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但是你得接受 就是说你不能够拒绝 好不好 你平时拒绝我都可以 但是我们结婚了 你拒绝了 那也跟没拒绝 是没区别 因为无论给你什么礼物 我的就是你的 要得 好 要得 要得 几年改变了好多 家人们 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 恭喜恭喜 这样我看一下今天我给他们看一下你的照片 对对我身份上好吗 我知道我把他捂不了 捂不了 不行不行 对对对 这个不行 看这个章嘛 这个章 不能找到 这是我们当地乐商市民政局的 如果是假装在直播间 两个快两万人是不敢开证 这个东西能够证明我们两个人的爱情 对不对 但是能不能这样 他有两本 这一本是你的 对不对 我问一下 我看一下哪本是 是你的 这一本是你的 辞证人是你的名字 那可不可以这样经历 法 法律规定 我们两个人有了这个证 你不要给我打开了 我不打开 我法律规定 我们两个人有了这个证 就能证明我们两个是夫妻 对不对 但这一个 我们现在这个证有两个 那这样行不行 今天 法律还规定 如果有一天 也就是要去办理离婚 一定要结婚证 你说可以补办的 哎呀你真的是 你听我讲 谁跟你说可以补办 可以补办的 我的意思是什么家伙伴 我直接把我这个证给他丢了 我想把我的证给他扔了 为什么 以此来证明 我对几年不离不弃 不仅是现在 还有以后 还有未来 我不可能跟他离婚 我们也不可能去离婚 我把我的丢了 对不对 但是他可以保留 他自己这份可以保留 这个证留一份就够了 我的这个拿来没用 我闹 可以补到现在 怎么 为啥 结婚证 只有好像 人家跟他那边要乱说 洗死了 你嘴上乱说 我没有乱说 我只是想表达 家伙伴 我只想表达 如果说他没有什么作用 我就可以 不激 你也挺那么的 不用这个 孩子入腹口要咬咬 孩子要入腹口 有一个能不能行 我们都是成年人的 要好好珍藏 行 家伴们 我的意思是什么 我可以这样去做 但是我觉得 你不用证明 把这个扔了 你就可以一辈子待我 你还不如做 我们生活中 好好地爱好自己 就可以了 哪怕你认了 你对我不好 因为没什么用呀 对不对 我的意思 我从任何一个维度 我都想爱你 我都对你好 好不好 真的是 就不管是任何一个维度 我觉得我都可以用 什么都可以 为你做好 下集里 真的 我都可以用这个